來 冠儀來車室內 我幫你大概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試駕的在車 在棚內這台是B4的MOMENTUM等級 就是比較S9是比較入門一些的 因為它現在有三個等級 它是相對入門的等級 不過其實入門等級的配備 就相當的豐富 是啊 我們來看看 一個來 一個幫大家介紹 第一個我眼前就是什麼 它的全數位預表 12.3吋 資訊整合得相當的清楚 再來 多功能的皮革的方向盤 它這個也會可以用口令去指引它 就可以跟你的手機整合之後 按下去就直接叫呼叫你的Siri出來了 相當的方便 是啊 對 好 那我們來看 中控台這個我相信習慣熟悉Vogo的 應該也不陌生 直立式的9吋的Sensor資訊 即衛星導航系統 它的整個操作介面 都是直立的方式 而且它有原廠的衛星導航 當然Apple CarPlay跟Great Auto 都是可以連接的 好 那此外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空氣品質良好 好 這個我來 Clean Zone 我來跟大家好好的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知道Vovo它除了最基本就有什麼 Clean Zone 就是純淨測試系統 用料選擇 然後換氣的功能都相當的好 那現在還有一個叫做AAC的這個系統 其實我覺得很棒 AAC就叫做高效複合的清淨系統的科技 它又整合了三大科技 第一個是什麼 它就是電律式的那種電律式集成 然後的淨化科技 一個過濾的程序 再來它還有一個就是 靜電的纖維的火星碳濾網 第三個 第三個就是我們剛才這邊連線出來 因為現在目前網路的訊號沒有這麼好 它就是車式的 空氣的微粒監測系統 它可以告訴你現在車內 整個PM2.5的狀況 全部都呈現在 其實就是很像一個很厲害 很高效的車內的空氣過濾清淨系統 放在裡面這樣 那根據統計 它可以大概過濾到 99.9%的PM2.5系統 OK 其實相當的好對不對 對我們知道 因為前一陣子就是疫情關係 很多人也在乎那個車內 整個空氣的品質 而且現在我們開車在市區的環境 整個其實有相當多的不好的物質 在我們的周邊 對 那此外呢 比如說它整個車內的音響配備 那這個因為它是最入門 但是它用的是 High Performance的音響系統 其實就有10具的揚聲器 那當然在高級 你還有他們Carton 或者是BMW的選擇 那可能就是14支 甚至19支喇叭的等級了 那此外呢 它整個車內的鋪陳方面呢 比如說 我們都知道現在這種車型 或是更高規格 那種德系車款都強調什麼 車內的氛圍 弄得很像夜店的風格對不對 對啊 有一些什麼車氛圍燈啊 可是呢 因為VOVO它的血統是什麼 它是北歐 它其實不會走這麼炫目的 它喜歡簡約 而且有溫潤感 對 那種人性的溫暖 所以它就是在車內 有些必要的地方 40多處的安樂很多的照明 用這種間接光源的感覺 讓你一種車內溫暖 回到家的感覺 對 因為我們在家裡面 其實我們的照明 也不是直接照射 我們也是用間接投射的方式嗎 間接投射其實看起來 會比較舒服 但閱讀的時候 或整個環境的感覺 都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你要試 就是我們大家首先 那種木紋式板 有溫度的木紋式板的話 就是要 如果是石木那種灰辣木式板 再上一個等級其實就有 可是這個就比較有科技感 對 這種就是看你依照 自己的需求去選擇 可是我自己蠻安全的 你喜歡這個對不對 可是對我這Vovo車子 我覺得就是要實目示板 就那種感覺 或對我來說比較溫暖 所以你看 兩個人的看法 就完全不一樣 就依照自己喜歡的 講得很好 來選 那我剛才講到音響 其實在車內音響表現好處 它整個音響的效能以外 隔音是不是也很重要 所以它整個車都配合 這種多層交合玻璃 前座後座都是 而且是雙層隔音玻璃 沒錯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好 此外它的空調部分 它就會是四G的恆溫空調 所以我們前座以外 它後面也會有兩區 都可以獨立的調整 它還有一些基本配備 比如說它有這個 無線的充電功能 那它是到15瓦的功率 大家如果可以上網去查的話 一般現在市售的無線充電 大概都會是在5瓦到10瓦 7.5瓦左右 但15瓦它的速度 會相對比較快一點 比較快一點 對 5瓦 10瓦 真的有等於是沒有 只有你可能旅程要長一點 才有辦法充滿 沒錯沒錯 對不對 那除此之外 還有座椅的部分 那這個當然就是雙前座 都會是多項電動調整 然後還有兩項的電動腰靠 那如果說你的預算比較多 你可以選擇高一點 像我剛才說的 B4 Inscription 那更棒 前後座都有冷熱 通風 加熱 甚至還有兩邊都會有 前座兩邊都會有架機的功能 那甚至連腿部的延伸 還有旁邊腰的直升 都可以電動調整 就是多一些豪華舒適的配備 沒錯 可是我覺得 即使它是比較入門的車款 你看它的鋪陳 用量每個地方 你摸到的都是 對你的手的回饋 就是那個質感非常高級 就像剛才大家說的 Vovo為什麼會受歡迎 因為它的配備都給得很滿 對 加上入門的車款 竟然還有天窗 全景天窗 是啊 那我們剛才說到 這台車重點是什麼 逼住之後的拉長 沒錯 我要邀請你到後座體驗一下 好 我們到後面去看看 沒問題 來 其實剛才前座配備已經很精彩 但我覺得這台車 沒錯 重點在後座 來 我看 上車第一件是什麼 翹腳 是 而且前面那個人是坐得 很舒服的狀況底下 我這一個人坐在後面 還有很大的空間 還可以翹腳 我來跟大家補充說明 因為我們知道這台車 這次主要的改款重點 是它的整個軸距增加了 長12公分 是 那高達11.5公分 都增加在哪裡 就在我們後座的腿部空間 難怪 11.5其實蠻大 很有感對不對 所以難怪它突破了5米的車長 對 所以可以媲美到S-Class的後座 絕對可以往上打怪對不對 而且你看我們整個空間以外 其實我有查過我們台灣 大概男孩子平均身高是173公分 女孩子是160公分 那這樣子的身高 怪你接近170公分的身高 坐到後面是不是很舒服 非常寬敞 非常舒服 而且它除了空間這個基礎 還有一些重點配備 比如說我剛才說 它有四驅的恆溫空調 在這裡 而且它除了四驅可以調整 它中央扶手後端這邊有出風口以外 B柱招牌 B柱上也會有出風口 B柱OK B柱也有 所以整個冷房的效果會更快 不會只有一直吹你的膝蓋 對 這個是非常好 因為車內的空間比較大 對 這很重要 冷房效果絕對是後座買家 相當注重 那此外還有一個很舒服的中央扶手 好 翻下來之後 中間有一個中央扶手 相當面積相當大的一個中央扶手 你可以很舒服的靠著它 該有的置備空間 置物空間其實都有 對 沒錯 相當的舒服 很多的豪華品牌的車 就是這個東西要另外選 甚至於好像那個跑車也是 對 因為它會有類似那種獨立雙座的選配套件 那種感覺 沒錯 它有一個我覺得一定要跟大家介紹 是冠儀的右手邊 我右手邊 有一個很多的控制面盤 非常多 非常多 這要一一幫大家介紹 最上面那個很像小搖桿那個東西 幫大家調整一下 好 這個 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是往調整複架的位置 而且它不只椅面前後滑 它連椅背角度都可以用撥桿去調整 瞭解 所以有時候比如說駕駛在開車的時候 右後座的大老闆 他想要比較大的空間 就可以把沒有坐人的副駕駛 做盡量的往前調整 好了 這個已經商務艙了吧 我已經可以這樣子 喔 好 你看我的腳都還 正好這樣給坑化到前面 全身直了 已經到底了 已經到底 對 所以前面的位置 真的就是商務艙等級的 沒錯 那除此之外 它後面還有一些案件 比如說它可以獨立的控制電動天窗 天窗在這裡 全景天窗還有遮陽簾都可以獨立控制 那還有呢 是後面的電動遮陽簾 喔 電動遮陽簾 這邊 那像我剛才說 如果說你今天選的是B 對 這邊 如果你選擇是B4的印證書的話呢 連後座兩側都還有電動側窗遮陽簾 這個地方 它就可以遮起來 都可以電動側陽簾 你只要車窗 你看 我這邊就看到了 就剛才講了嘛 雙層 雙層的玻璃 雙層的玻璃 所以這樣整個空間格局跟豪華配備比起來 真的就有這種後座買家的升級的格局了 對 好 那以這樣子的車子 我們可以說它可以越級打怪嗎 打上打下 其實它都非常適合 綽綽有餘 對不對 那這意味著說它也很適合自駕 甚至於你是後座買家 也可以來做選擇 但是真的上路之後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老闆們會這樣子覺得說這台車很可以嗎 我們請小李秘書帶著老闆去試駕囉 小李秘荊 你